李希致平常佳博議員 收視一下 聽說廈偉你現在信贏書 你先起到王大先 你信不信 Cavs 怎麼看呢 我相信這個是廈偉李本人 是最清楚的 我亦都深信 因為多次跟廈偉李接觸 他是信世界上的真神 至于他怎样和以往他的宗教的信仰 或者以往他每一年都很喜欢去黄大仙 那里可能有一个的countdown 一个倒数 我想他自己都会有一个适当的处理 听过那次是夏伟一国影封面 才发给人呢 当然不是 因为当时我是亲自和夏伟一一起的 都亲历其境的 因为那次夏伟一来到创世电视 我们有个幸福小组 他在一个幸福小组里面 刚刚有一个牧师 就跟他祈祷 因为他说他那一天脚很痛 还有腰也都很痛 那牧师跟他祈祷之后 他就好像得到上帝的医治和帮助 其实他小时候就说他自己都是天主教学读书的 所以他都是对圣经都已经了解的 只不过他有一段期间是离开了 所以他那天是跟我们的牧师是厥自信了主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说 因为要拍封面 他完全没有这个动机 我相信只不过是夏伟一本人 他继续需要在圣经 或者需要继续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 继续得到一些灵性的培养 和希望大家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